嗨,大家好,我是党兮妈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编针的花样 这个花样适合从下往上指的插肩袖剪针部分来用的花式编针 这个编针跟小燕子剪针的作用相同 一般用在花样比较简单的衣服的边上 最好呢,底板针是下针 这样呢,这个边呢,更醒目一些 如果这个花样很复杂的呢,它就不明显 所以没有必要用这一种方式 下面我演示这个编针的具体织法 好,到了该剪针行,一般都是两行剪一针 只在正面行来剪针 这是衣服的右边,先织三个下针 这三个下针呢,是作为这个边 三下 三个下针以后,把一二三 这三针来做个处理 挑下来不支,先支二三针 然后呢,再把第一针放到左棒针上 把二三针拿下来,放到右棒针上 把它进行一个右上一针与两针的交叉 这两针就支完了 然后呢,再把这一针,这个第一针放到右棒针上 这一针,针目变换一个方向 它俩是同方向 好,然后进行一个右上二比一 这样就完成了右边的剪针 左边呢,继续往前支 剩下七针的时候,我们来支花样 好,现在剩下七针 这样,一,二,三 这是第四针,我们把它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这三针放到左棒针上 然后,第四针放到前面来 这样呢,就是左上一针与三针的交叉 然后,把它这一针和交换过来的这一针 进行一个左上二比一 这样后面呢,再支这两个支下针 同样,这一边的边下也是留三针 对边上这一针支上针 边针支上针 好,这样就完成了左右两边的剪针 一边剪掉一针 反面行,全都支上针 就这个地方全都是支上针 一共是六针 这个花边就是六针 然后中间的花形呢 如果你要是支小的花样,可以正常的支 该支什么针,你就支什么针就可以了 这一边也是正常的支 六针上针 这样这个花边就支好了 好,我再演示一遍 边针是三个下针 然后,一二三 这三针,第一针挑下不支 支后面的二三针 支完以后 把这三针进行 右上一针 与两针的交叉 好,二三针放到右棒针上 第一针放到前面来了 然后呢,把它再放回到右棒针上 把这一针针目变换一个方向 好,调下来以后 再和变过来的这一针 一起支一个右上二并一 好,右边就完成了 左边继续往前支 支到剩下七针的时候 要支花样 好,还剩下七针 这七针要怎么办呢 一二三四 这个第四针要放到前面来 那就要进行一个 左上一针与三针的交叉 这样,把它交叉一下 就可以了 好,交叉过来以后 这一针和这一针 进行一个二并一 二并一完了以后 这个支下针 然后边针还是三个下针 反面哈,全支上针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边就支出来了 这个边支出来的效果呢 有点像小燕子剪针 但比小燕子剪针呢 更整齐一些 它的花形呢 更立体一些 好,今天的这种花式花边 就讲到这儿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 对吧! 对吧!